其實 究竟是不是二月和三月呢? 今天會和大家拍三月最愛 其實我應該過了一個月 不過我上次拍了一個近月最愛 所以都大概是那個時間最喜歡的東西 因為今次這個三月最愛 就真的是我近期 就是這個一個月左右 我自己新鮮 然後覺得很棒的產品 所以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這是這個Minnon的洗面泡泡 這個Minnon的洗面泡泡 它擠出來的泡沫是非常封面 得來它洗完面是一點都不乾的 它是我用過的幾個牌子的洗面泡泡 暫時我還沒用AD Plus 但是暫時我用過的Curel 或者以前用的萬壽雷登 或者是Dr. Wu 很多牌子的洗面泡泡 我覺得它洗完是最不乾的 所以乾肌敏感肌 是絕對可以放心用這個Minnon的洗面泡泡 Minnon Moist的Moist Charged Lotion 1 其實它是一個很普通的Toner 但是為什麼我喜歡它呢 因為它擠出來的質感 是非常之爽身 然後你拍到臉上 你會覺得是很保濕得來 就不會黏的 如果是轉季 或者是接下來的夏天 就算你不是真的很乾燥的皮膚 因為我選了它的第一 如果大家有去開日本的drugstore 或者買開drugstore 應該都知道 其實就算是日系的很多產品 它都有分Lotion 1和2 如果好像Chiseido的那些也有 如果Lotion 1就會比較清爽 如果Lotion 2就會比較滋潤 好像Fanco那些也是 所以我一向都會選擇Lotion 1 就算好像之前基然 我也是用清爽版的 就會對我這些比較容易出油脂 黑頭和暗瘡的皮膚來說 就會好一點 第一次用Clay the Pau的產品 因為這個其實也不是我自己買的 是我一個伯母送給我的 它也挺適合的 它選了這個Refreshing Balancing Lotion 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Toner 大家是真的值得去投資的 因為我知道它在香港買 真的很貴 它要八百多元一枝 如果你是在日本買 我想應該六七百元左右 我不肯定 因為其實我在日本沒有認真看Clay the Pau的 我沒有買過它們的產品 但這個呢 我建議大家要跟回Clay the Pau的指示 我之前看過它們的產品 是要用Cotton 即是要用棉花去抹 而不是用手上的 那這個呢 就算你不用它們的棉花 其實我現在也是用萬能威神士的普通棉 但我覺得用手上是會浪費了 因為它這個Refreshing Balancing 其實是有一種少少去角質 而且抹完之後 我真的覺得自己的暗粒是少了 因為前陣子 大家真的都會在這些額角位 或者是下巴 或者是有時候的T Zone 一些很鬼暑的地方 都會出暗粒的 但我每晚用它去抹 其實我只需要抹兩泵 兩泵就已經很足夠 抹完整塊面 還是濕的那塊面花 那你抹完之後 你真的覺得整個天 面是立即乾淨了 很Refreshing 還有呢 其實我聞到裡面 有輕微的酒精味 但我覺得那種酒精 是我自己接受到的 而且我一向對一些好 酒精除非真的很濃 如果不是基本少少 我都可以的 那如果你真的對酒精敏感 就不要試了 但如果不是 我都建議你可以去試一試這個 因為我覺得它真的很好 大家都不意外的 就是這個雪花手的BB Cushion 其實我也是比較遲先接觸 或者是用它 但我用完之後 我也是一試愛上的 我發現它是一個 你基本上不需要用primer的BB Cushion 因為我之前用HERA那個 其實我也有用到一些控油 或者blur磨孔的一些產品 但是這個就真的不用了 如果你懶起上來 例如今天 我是連防曬都沒有塗的 而且在我上一條的GET READY影片 我也不知道是哪一條 先出 大家都會看到 我用它上的coverage 是很好的 就是你基本上 塗完之後 我真的沒有再用concealer 除了眼底 但其他地方 或者暗瘡印 那些紅印 那些就完全遮到 而且不用上得多 上少少 大概我這樣按兩下 然後就慢慢印 然後再多按兩下 或者最多按三次的兩下 總共三次六下 就會已經很足夠你全面用的遮瑕到耳 是非常之 decent的 就是你會覺得 一定是medium至full coverage 還有它雖然有光澤感 但是不會覺得是亮亮亮的 就是你用完之後 你會覺得臉很保濕 還有是膚質的感覺 是很漂亮的 所以我會考慮下次 但我還是會下次買白一種顏色 因為這個21號顏色對我來說 真的有點暗了 但它就真的不會oxidize 如果你們有看我韓國那段影片 其實我也有做一個review 對 還有看我get ready的影片 也看到它用上臉的效果 所以我真的很喜歡這個 還有真的四百多元兩個 我覺得都是兩個review 我覺得都是一個review 加一個粉 我覺得也是划算的 這是一個我很喜歡的combo 就是我每天都會用的 就是這個去年在日本買的shiseido 小的睫毛夾 你看到它的頭是真的很小的 就是它是一個非常非常小的頭 它是一個很好用的夾 因為我就這樣夾三四下 就是你可以很細緻細緻的夾好這些睫毛 然後就再用這個mote的mascara 我之前在日本那條可片 其實我放了一條link在下面 韓國和日本的可片 我也有說過它 我自己當時還沒擦 就不知道原來它這麼好用 如果我下次去的話 我會狂掃 然後它那個掃頭 就不同一般的掃頭 它是有少少像fairydrop那些 波波掃頭 它塗上去 維持的curl很好 而且它是根根分明得來 也會有些濃密的 我覺得它兩樣是做到很欺負的好處 因為大家都知道 太濃密的mascara 就可能會令到它很climsy 即它會卡住 如果不是太簽長那些 可能根根分明那些 就會令到它不夠黑不夠濃密 但這個就真的做到很欺負的好處 除了kiss me之外 我覺得這個也非常推介 kiss me、mj 還有這個 我覺得暫時都是我人生用過的 會不斷買的 mascara 但這個我真的不知道香港在哪裡 如果你們知道 就在下面留言給我 還有一件 我超喜歡每天都用的 就是這個jill stuart的胭脂 夏天的blue marine系列 它的包裝一直都很漂亮 大家都知道 不用多說了 但它裡面這四種顏色 真的很漂亮 我也是用到在get ready的影片裡面 因為其實我不會用最深色的這一格 因為好像真的會太深色 那我就主要用這三格 其實它還附送一個很貼心的掃 是這樣弄出來 然後是這樣的 不過這個掃的quality 就OK 但大家看到我是沒有什麼用過 因為我用完洗了就仍然是很乾淨的 那它我覺得它太集中了 即它不夠可以打到你旁邊這些位置 那我就覺得這個就真的少少敗筆 但是如果你說去旅行那些 那我也相信它超方便 而且你可以這樣收起來 然後又可以連上這個胭脂 那又很漂亮 那真的很棒 那我自己用這個胭脂呢 我就會當上面這兩格是highlight 因為如果你在這個C字位再掃一點 就會覺得是不錯的 而且如果你想要點紅一點的位置 就會用這一格 那點上去就會很好 而且很long lasting 它的long lasting程度 是有Dior的Rosy Glow的Wall Mask 即是好像我前幾天 去出街可能兩三點化妝 去到晚上十一二點 它的顏色都還在 即是可能去到你下妝那一刻 只顏色都還在 所以我自己就真的 非常喜歡這個胭脂 而且它的價錢也不算是貴 以high-end的一些product來計 還有它會有一個山陽毛的掃 我覺得就真的值得了 這兩支香水呢 我每天都噴的 這個呢 如果有看韓國科就知道 是Daisy Dream 新出的粉紅色 真的很漂亮 超漂亮 它是一些很清新的flora味 而且它是跟Daisy的質感 其實是一樣的 如果你有買去藍色的Daisy 你就會知道 還有最原本的白色 你也會知道 但它這個圓形的花花瓶 是有一點點分別 而且它這個粉紅色 就帶一點點甜 真的很少 我當時在韓國買的 其實就是三四百元左右 50ml 我想香港也差不多 這個味道超棒 真的超棒 我那次去Sogo的Jo Malone 嗅了之後 我就覺得很喜歡 然後那個BA介紹到 它混合了另外一支 我真的忘記名字 我找到這支放在下面 它們兩個拼起來 就真的很好 但我沒有買到那支 但那支它就給了sample size 通常這個 我真的不知道 其實你們知道嗎 因為我本來真的不知道 原來不是噴在傳統香水噴的位置 即不是噴在手肘 或者是頸 這些有汗線的位置 其實反而是應該噴在一些 身上 例如頭髮 衣服 或者是你噴在空氣裡面 然後整個人很浮誇地在那邊轉一個圈 那你的身就會黏住它的尾巴 這樣就會非常好敏 而且可以耐久很久 而且大概用量都多 要噴六至七下 我噴六至七下這個 再加上另一支 在肩膀的位置 噴多兩三下 你就會覺得 真的很香 你全天都覺得自己很香 但當然價錢 中瑪洞一向都是貴的 它30ml也要五百多元 但今次如果我再回購 我就會回購它帶 因為我肯定自己不會噴鹽這支味 我真的很喜歡 好了 那我三月最愛就是這麼多 希望你們喜歡這次的分享 還有記得按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可以留言告訴我 你們想看什麼影片 還有就是記得追蹤我 Instagram和Facebook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